风暴持续在扩大 先是有船上的官兵染疫 接着前舰长克劳吉上校 因为写求救信 结果遭到了解除职务 而如今曾经批评舰长 好笨好天真的海军代理部长莫德里 也因为失言引发众怒 现在闪电请辞获准 就是这番批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前舰长克劳吉的言论引发众怒 让海军代理部长莫德里 绝技请辞直写 而他的上司国防部长艾斯伯 也火速批准辞呈 虽然莫德里在爆出失言后 急忙道歉澄清说舰长不是好傻好天真 而是既聪明又热情 但把外界一致认为 是一人就权箭的英雄舰长 打成是个背叛军方的上校 实在让不少海军官兵无法接受 而作为三军统帅的川普 也连续多天出面缓夹 但依旧话中有话 过去几天川普一下大骂舰长 一下又称赞他是英雄 如今的海军代理部长 也因失言请辞 世界似乎有点难以收拾 却来全美上下全力防堵 新冠肺炎疫情之际 却因为一场航母官兵染疫事件 也变成美国海军内部风暴 这恐怕是忙着调解了川普 也始料未及的发展 记者综合报